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寄来了一个包裹 里面除了自制的大酱和咸菜 还有一条红毛绒围帛 围帛里夹着一封信 我把你妈妈小时候穿的毛衣拆了 织成了围帛 可暖和了 围帛上面用白毛线绣着 真美 虽然有点拧紧 有点拧劲 但是很像这枚喜欢的图书里 小熊的围帛 围在脖子上又软又蓬松 舒服极了 真美喜欢这条围帛 你围上很好看 妈妈说 真美马上围着围帛去了公园 你看 幽香和阿茂都在 看 我外婆给我制的围帛 真美挺着胸脯说 谁知 幽香却说 这真的是微薄吗 像一条小破毛巾 阿茂笑话说 又小又破 怎么了 她才暖和呢 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真美却委屈得快要哭了出来 她拆掉围帛 跑了起来 一条狗从她后面跟了上来 真美跟小伙伴们分享自己的新微薄 可是小伙伴们却取消她的微薄又小又破 这让我们的小真美很伤心 真美停了下来 狗也停了下来 她受得要命 冻得只哆嗦 这个 我不要了 送给你 真美把微薄围到了狗的脖子上 难道真美真的要把奶奶送给自己的微薄 送给狗狗吗 我回来了 真美避开妈妈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真美看着图书里小熊的微薄 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外婆 对不起 真美一边哭 一边道歉 又委屈 又难过 真美连晚饭也没吃 就睡觉了 真美 你怎么了 妈妈把真美叫了起来 她对妈妈说了微薄的事情 太不像话了 真美 那是外婆满华爱心给你织的微薄 是用钱买不来的微薄 是用妈妈的毛衣织的微薄 你却给了狗 妈妈生气了 小真眉也很伤心 去找回来 妈妈拉着真眉的手 奔到了外面 冷风涩涩的公园里 一个人也没有 没有找到小狗 说不定 微博已经被小狗扔掉了 两个人瞪大眼睛 找了起来 在公园通往车站的出口 有人摆了一个小小的拉面摊 一看那个拉面摊子 妈妈和真眉都惊奇地站住了 红微博就挂在拉面摊的灯笼旁 随风飘荡了 妈妈朝拉面摊跑去 欢迎光临 抓着头巾的大叔 用红亮的声音招呼道 这条微博 这个马是狗刚才钓回来的 我还以为施主会找来呢 可是没人找来 现在呀 是一个什么都扔的时代呀 大叔笑着说 这个红色的微博上 还绣着我们真美的名字 这是我们真美的那条 这时 狗在大叔的脚下 叫了一声 仔细一看 就是刚才那条狗 这也是一条被人遗弃的狗 这也是一条被人遗弃的狗 我一摆上摊子 它就会跑来 大叔摸了摸狗的脑袋 说道 原来这只小狗狗 也是被遗弃的 妈妈跟大叔说起了微博的事情 是这样啊 那太好了 外婆知道微博可要爱惜啊 大叔把红微博递给了真美 然后他拍了拍 自己脖子上围的那条旧微博说 这是我母亲留下的遗物 可暖和呢 真美和大叔都微笑着 不知什么时候 月亮出来了 大叔望着月亮又说话了 今天是我母亲去世的日子 我请客 吃碗拉面再走吧 大叔熟练的把做好的拉面摆到了两人面前 又热又好吃 心里和身上都变得热乎乎的了 谢谢小狗狗 谢谢大叔 真美忍不住大声的说 我再也不怕别人说什么了 因为这是我最宝贵的东西 真美紧紧的抱住了红毛线微博 好的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这条红色的微博并不是贵重的礼物 但是对于真美来说 却意义非凡 那宝贝们 你们收到过最特别的礼物 是什么呀 好 好 好